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誰這麼早? 老闆, 現在六點多了 想做死人嗎? 閉眼, 閉眼 我昨晚拍通宵 剛才大陸鋪床, 麻煩你 軟勤單紙明明答應你 幫我洗澡, 洗澡, 說不出道歉 誰替我趕姐她? 讓我來… 誰, 你像貓王一樣? 你怎麼穿進大衣箱上門? 皇上, 皇上 明明是8A, 怎麼沒有來應援呢? 皇先生, 這麼早? 早安… 進來坐… 好… 皇先生, 早安… 各位, 早安 早安, 歡迎來到金子家 多謝… 真是不好意思, 這麼早來打擾你們 不要緊, 我們早就起床了 不過你們這麼早要去喝嗎? 誰穿得這麼漂亮? 沒有, 我們非常尊重家庭生活 所以在家裡盛裝打扮 是… Chris還沒回來嗎? 黃先生, 早上船也沒不走開了 是呀… 黃先生, 你這麼早來找阿蓮 不知有何貴幹呢? 是呀…我特意來做一個家訪 家訪? 是呀…因為我覺得一家成功公司 最重要的財產就是人財 而一個負責任的老闆 就是要關心他們屬下的庇居生活 所以特意做這次家訪 是呀…還順便買了一些禮物 是呀, 麻煩你了 阿蓮, 請隨便坐 好呀… 好大袋子 好大袋子 早呀… 飄飄的嗎? 甚麼? 慈姑, 我買的那些是引來的 一級的金絲血宴 真是真是 這麼大袋子, 幾萬元 很大 黃先生, 你來坐就好 買富貴還有東西 我們怎麼好意思收 不…因為現在天氣很燥 必須要補一下 正所謂女人不補, 很容易老 所以女人要多吃一點 尤其是那些育體多的女人 更加要多吃一點 那至於男人方面又如何呢, 黃先生 這要留意了 男人千萬不要吃 因為多吃會變成公公 是呀 不是吧 黃先生, 那… 那這些你不就收掉了 是呀, 不好意思 黃先生, 你一場來到 剛才廟煮早餐, 一起吃早餐吧 好, 反正我還沒吃東西 麻煩你 黃先生, 那你先坐下 我進去廚房準備一下 謝謝… 黃先生, 我倒杯茶給你喝 謝謝… 我進去切點水果出來 謝謝… 月娜, 你招呼一下黃先生 沒問題 謝謝 黃先生 你找甚麼 是呀 是呀, 我找廁所 廁所而已, 廁所第一間就是了 我帶你去吧 我扶你一會兒 不用…我自己去吧 不行, 黃先生你是上賓 亦是上司 如果有甚麼行叉搭錯 滑傷的話, 我們擔當不起 不…所以你們有所不知 我有個習慣就是我去廁所的時候 周圍十個範圍之內 都不想有其他人在 尤其是去陌生的廁所 所以你們倆坐定… 既然黃先生下訂單, 我們坐定 坐定… 那邊… 看看壞女兒睡哪間房間 廁所 馬克勒, 卡尼 這麼企鎖, 又有電腦, 又有其他 肯定是Chris的 廁紋皮這麼溶足, 一定不會是Joey睡的 沒進去, 吃了一陣絲臭味 不用滲滲, 當然是流感的 剩下這間, 阿Joey睡在這間 乖女兒睡在這間房間 有沒有搞錯, 都關窗了 房間都陰陰寒寒, 空氣又不行 這間房間又汗, 又空氣污濁 污染指數肯定超標, 認真不行 這張什麼?這張床是藏嗎?這張床 這張床是針板 阿蓉不如睡壞, 我乖女兒來腰骨 更加不行 黃先生, 為什麼你會進來我的房間? 你不是要去廁所嗎? 我去廁所嗎?我去廁所, 我… 就是這樣, 我剛才進去廁所 我看見沒有廁紙, 我就到處找 剛才找到的, 現在有了… 不好意思… 黃先生, Joey的衣服原來放錯了響 我先給她掛過去 她又來幹什麼? 她說沒有廁紙, 進來拿 廁室有很多廁紙, 就算找 也沒理由找到我們的房間 她剛才說來家房 現在進來房間…就這樣, 是嗎? 嫂子, 怎麼買這麼多曲奇餅? 對的, 一罐留下來跟親家拜年 一罐給十一哥, 一罐給三嬸 一罐給六叔 那你還訂了六罐? 那些是做屁股 不過不夠花紙包 那些是做屁股嗎? 用什麼? 禮盒這麼漂亮, 每個人收到都開心 是呀 來街市買東西, 用不著照這麼多輪鏡? 那些血宴真的有效 吃了之後, 皮膚很滑, 樣子很漂亮 剛才買菜而已, 再給我一條蔥 你說那個黃先生 如果每個月來一次, 那就發財了 禮多人不怪 不禮重為人古怪 這個黃先生, 我覺得他有目的 他有什麼目的? 難得我說不出 這傢伙很便宜, 這麼有送法? 不是呀, 傢伙來我當作出事 去看看吧 臭老闆, 你這麼沒人心 夠了, 救我 不要動手 豬肉安 傢伙來, 畢竟兩公公 怎麼搞得這麼大事? 不是呀, 傷害無口, 傷打會轉手 是傢伙的 傢伙, 她在外面有另一個女人 現在還說要回來和我離婚 當初你知道她是難過的 你不聽, 你叫她捉我頭上去 當初都怪我鬼閉眼, 所以才被她哄討 她追我的時候, 每天來我當口看著我 不到收檔也不肯走 又朝來我家, 還送二窩給我吃 有一次還特地摸進我的房間 她說來賺錢之禍, 令我意亂情迷 是呀, 你就這樣整個人給了她 還沒, 我死在她送給我那三樣東西 三樣東西? 你說夠了沒有? 你快點拿那三樣東西出來 不是? 不是也要拿回來, 當然是貴重的東西 看來都是珠寶汽車和洋樓 你這麼絕情, 我還給你 糟了, 拿去給你去家旁 幸好沒爛, 死婆婆, 我和你一鬆兩斷 不是吧? 那三樣子就是暖爐空氣清新機 還有那個耳膳? 是呀, 她說怕我凍傷 所以送個暖爐給我 又說我工作辛苦, 所以送個耳膳給我 又說我家火空氣骯髒 所以送個空氣清新機給我 我看她這麼細心, 這麼體貼 所以就讓她想不到 豈止, 女人就是這麼容易被男人騙的 是你而已 謝謝你 阿逸, 你又買這麼多東西嗎? 阿逸, 你又亂花錢了 什麼?這些是你的 我看你還沒回來幫你簽收署而已 我沒買過這樣的東西 阿逸, 你不是變童騙你嗎? 不是, 這些東西早就給了錢了 怎麼會這樣? 為甚麼? 你們慢慢看, 我趕著回電視台 再見 阿逸 嫂子, 這些東西有點古怪 空氣清新機, 暖爐, 床褥 這次朱玉安送給一支瓜嶺的 嶺女三寶 是呀, 怎麼會這樣呢? 慈姑 黃先生 是呀…那三件東西你收到了吧? 收到了… 為何你又送東西給我? 阿逸, 最近天氣這麼冷 有個暖爐就沒那麼容易冷 還有, 現在你的空氣很穩重 有一部空氣清新機, 沒那麼容易病 那那張床褥呢? 是保護腰骨的 睡得好一點的人也會精神一點 黃先生, 不過… 就這樣了, 我要見客, 就這樣了 再見 你聽到了 阿嫂, 你糟了, 她正在做事 她送給你的東西, 十足十 朱玉安送給節瓜嶺的東西 情節是一模一樣的 還不止, 節瓜嶺收的都是耳賤 但是你收的是床褥 你以前畫公仔也不用畫出腸 她一定是看中你 你別胡說, 不會的 你不讓她看中的那個是你嗎? 根據茶餐廳這麼久的經驗以來 客人最喜歡吃哪一類型的叉燒? 半肥瘦 我看中了, 我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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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又在說甚麼秘密 一回來就散開了 是呀, 說來聽聽 阿嬤, 我們說Lily昨晚跟她老公打架了 是呀, 還有我爸爸和媽媽又吵架了 我又中三天的濕碎料 我看中了 四叔, 好, 我馬上來辦房 阿嬤, 她在上面 阿匡發現了Joey的大秘密 是呀 什麼秘密? 她的鬼馬 阿匡, 也是你說的 她原來我在英國 黃嘉莉術學院畢業的 她虛報學歷 有沒有查清楚的? 我有朋友在那裡讀 他說Joey姐姐做了一年, 退學了 所以她還沒畢業 可能是你的朋友認錯人 我朋友在那裡曾經追過她的 由此證明Joey作大 說在那間學院的畢業生 成功運進家人公司工作 在她背後一定有個 不可告人的神秘身分 什麼秘密? 身分一 我們懷疑她是密探 專門放石來家人公司 看看我們誰偷取公司的機密 然後一招試招 我們供職金也沒有 身分二 我們懷疑她是ICAC的臥底 除了出公司的數目之外 看看我們會報大數和多吃東西 我們不想喝咖啡 身分三 看她身形就知道她是前蘇聯蘇角手 柴可夫斯基 這麼說, 身分四有什麼? 既然做了帥哥手 不爭就做CIA國際大間諜 進我們公司 無必退去公司和個人資料 以作販賣用筒 糟了, 我們還不知道她在開哪兒飯 所以就要小心點 你們不要把事情弄得這麼複雜 有多複雜 她既然瞞得人事部進來家人公司做 一定有人包庇她 至於包庇她的人 一定是擁有無償權威 操生殺之大權 她就是… 老闆 他們兩人之間 一定有一個不可過人的秘密 你們不要亂說了 蓮, 很少見你這麼緊張 是呀, 八哥 難道你知道什麼? 是呀… 知道什麼?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今早要的旋旗 報價單, 什麼都沒有 一個兒的動態在這裡說是非 是不是想解僱? 是呀… 今天要打架了, 夠了 這個板可以了 下午可以去見到趙先生 好 星期三, 皇家藝術學院 明天會在Royal Hotel搞同學聚餐 到時你會去的吧? 剛好那天你還要代表公司開會 那你打算會怎麼樣? 其實我不去也可以 其實你不是沒有在這個學校畢業嗎? 你知不知道全公司的同事 都在說這件事嗎? 他們都知道了 他們還不知道 不過我猜到是黃先生包庇給你的 糟了, 這次紙包我不舒服 其實你們倆的關係遲早都會穿 黃先生 這個時裝挺好 Joey, 你搞定這板 下午我們要見趙先生 我先出去, 黃先生 女兒, 你快回家吧 那個女人一天在, 我就不回家了 我…我真的… 好…就算你生我氣 現在外面有很多五星級酒店 你何必這麼委屈自己 你也住在Chris的家裡 我覺得Chris的家裡多溫馨 比在這大酒店更好 溫馨, 她家裡有一股古怪的味道 什麼味道? 慈姑是老人味, 莎莎是姑婆味 Marco是小男人味 Kelly是橙雞味 還有金日是蒸生瓜味 還有那個流感更加不用覺 全身都是屍臭味 戴十個口罩也受不了 你幹嘛這樣踩人? 事不離實 還有那個動物園, 你看 連她的伙計也沒有像人一樣 高高三至八角 還有, 賣的雲吞麵真是挺難吃 你說謊, 動物園沒有雲吞麵 咖啡 小心 小心 不好意思, 請坐下 慈姑, 又遇到桃花? 今天第三次遇到桃花了 那又怎麼樣? 那就是走運了 如果再遇到一次, 嫁得出一點 就我數回桃花也有 不是, 我們是鄉下興所說的 一遇到二遇到小, 三遇到心跳跳 四遇到成親鳥 你看看, 慈姑 好啊, 氣來氣喘, 還不是心要 如果再遇到一次 隨時會撿回我連晚千堆 早點說, 讓我去遇到也好 你們不要亂說了 快過年當然是個個都買桃花 如果這樣遇到再找到老公 那你婚姻介紹了, 不用做生意了 不, 不, 順道死 你做事吧 做事… 嫂子, 緊不緊張? 再遇到一會兒, 不是吧? 連你也是這樣, 真的 桃花 慈姑, 是我 不好意思? 是的… 嫂子, 再遇到四遍了, 還不是她 慈姑, 你沒事吧? 沒事… 沒事就好了 是…這棵桃花我是專程拿來送給你的 送給我的? 是的… 因為我和花圃的老闆很熟悉 我年年都光顧他 今年他再送一棵桃給我 我就拿來送給你 希望這裡的動物園 百開富貴, 生意興奮 請你收下它 謝謝… 阿黃, 給我拔進去看看 不好意思 王先生, 請坐… 好… 雲吞麵 雲吞麵? 是呀, 你知道就來點雲吞麵嘛 這次特地為你準備了雲吞麵 沒錯了吧? 錯, 大錯… 來動物園哪有人吃雲吞麵呢? 當然是吃新鮮出爐的蛋撻 和絲襪奶茶才對, 是不是? 嫂子 是呀, 是呀 豬叔, 快點拿蛋撻奶茶出來 好…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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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坐 慢慢坐, 慢慢坐 嫂子, 你看她的樣子 生肌貓看著你 我看待會兒會向你示愛 但是這樣, 她的樣子也不錯 又有身家, 說話也挺風趣 想想 別這樣說, 不可能的 就算不可能, 你也別跟她翻臉 你知道, 全家一半人 正在打她工, 吃她的飯 那怎麼辦呢? 要收拾吧 慈姑… 姐姐, 我有件事放在心裡很久了 我想現在是時候一定要跟你說 黃先生, 我想你不用說, 我知道了 我還沒說, 你知道了嗎? 當然了 不是了, 慈姑, 別… 慈姑, 我送外賣了 讓我送 慈姑, 不是了, 我… 你也沒有地資, 又知道送外賣 慈姑, 慈姑, 來… 慈姑 這麼一追你 這麼厲害嗎? 慈姑, 這麼厲害 好, 幸好被我走掉了 慈姑 你怎麼會追到我? 我乘的士, 很快, 也不用跳錶 慈姑, 你…你幹嘛要避我? 慢著…你告訴我, 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有件事, 鬱在心裡很久 我想跟你說 你幹嘛找我?我都不適合你 適合…你…你…你很相遇 要不說得這麼白? 我們大家都有這樣的年紀, 這樣就算了 就是因為這樣的年紀 所以才怕寂寞, 你知道了 靠年近晚, 一個人孤零零在家裡很可憐 你這麼多錢, 每晚開派對都行 怎麼求得自己的家好呢? 就算是吵吵吵吵吵, 也是一種情趣 也是一個溫暖的家嘛 你幫幫忙吧 都說不太好 慈姑, 你別推我了 我已經準備好了, 你答應我, 幫我 你不用再說了,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回頭架 回頭架? 你打算回頭架, 真是恭喜你了 誰是你未來老公? 慢著…你拿個索色盒出來 不是想向我求婚嗎? 求…我不是向你求婚 我是想求你 幫我給你修煉我的女兒, Joey 順便幫忙, 求她回家, 好不好? Joey是你的女兒? 她看著一動, 說了三個東西, 太不客氣了 Joey根本是壯大, 說自己是畢業的學生 成功運到家人公司工作 然後她背後身分呢? 你應該不是這個人比較奇怪嗎? 我… 原來她好像沒有說過 即是甚麼? 之前那個女兒沒有說過? 你不是 牌的時候也沒有說過嗎? 牌又說 不要 因為她聽過紙包 前天都聽過紙包和紙包的樣子 剛才她也是紙包不紙包的 當然, 二對一, 我的 不是二對一, 很多人都會對你 那些全都是你的人, 明白嗎? 謝謝